低头望去 在舍利下有块石碑上面写着 阿仁王生于大节历八亿年 普陀山住持 天尊修为六岁出家 聪慧过人 过目不忘 日诵佛经三百步 二十岁前不曾习武 一朝德物佛法 天空降下普度之光 阿仁王肉身涅槃 崇宁佛体 命运历程 林明一行行看一下去 看到这心中惊恶无比 石碑上记载阿仁王一直到二十岁 都没有学习任何武道功法 只是参悟佛法 肉身就涅槃碎解了 接下来重新凝聚就是佛体 也就是修成命远了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佛门也太神奇了 再往下看 石碑记载的都是阿仁王的生平成就 除此之外 石碑下的还有一句话 若无所传无谬者 当时焚身之后 而蛇不灿烂 这句话一共十八个字 比风宁静温和 看起来是漂亮的楷书 可却散发着一股让人敬畏的气势 只是看一眼就有一种让人与顶礼膜拜的感觉 仿佛全身心都得到了洗礼 这种感觉只有当初林明在万古摩坑中 看混元天尊留下那句浩浩兴河谁为主 万古轻使我来输能够比拟的 这句话出自阿仁王之手 看话中的意思 应该是阿仁王的遗愿 林明这样想着 这句话的意思 我给您翻译一下 如果我所传的经典没有错误的话 那么就让我在肉身原济 火焰焚身之时 让我的舌头不要被火焰烧毁 普陀山焚烧高僧遗骨所用的火焰 那可不是一般的火 而是九重意境齐全的神火 机缘体系的武者 一旦身死 元气消散 剩下的灵体根本就经受不住神火的灼烧 可偏偏这些佛道高僧 却能在这样的火焰中留些舍利 想到这儿林明心中一动 抬头向佛塔中央的那舍利望去 仔细看看 这枚扁平的舍利看起来 还真像一根舍头 阿人王元济 他的舍头却留了下来 化成了舍利 当真应了他那句话呀 若无所穿无谬者 当是焚身之后 而舍不灿烂 林明看着这枚舍利 心中震撼无言 这样的高僧不知道达到了怎样的境界 应该比那大自在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林明继续往下看 发现在石碑后边还有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不是无功心法 而是一段纯粹的佛经 林明怀着虔诚的态度从头到尾读完了 静心品物 别有一番意境 林明在阿人王的藏佛塔中呆了足足三天 这才起身离去 他走向下一座藏佛塔 这座藏佛塔同样有一座石碑 上书 基乌摩耶 生于大竭力十亿八千万年三岁剃度 大竭力十亿九千万年圆境 死后骨灰分成四万八千份 每份骨灰融入佛塔塔砖中 与藏佛塔融为一体 宝塔通灵无人祭练 自称天尊灵宝 林明一行行仔细往下看 鸠摩耶大师同样留下了遗言 借忍一生 心如明镜 无身归去之日 无心流于众生 这样的一份遗言 林明也是别有感悟 肉身火化涅槃石 将明镜一般的佛心留给众生 这鸠摩耶大师的成就不比阿人王差 他在鸠摩耶的藏佛塔中 又呆满了三天 继续往下一座藏佛塔 这时间就一天天的流逝 林明看过一个个佛教高僧的生平 体会他们的人生 承受他们意志洗礼 这期间林明的修为增长不多 可他灵魂却仿佛在蜕变升华 鸿蒙占领也愈发苍翠 在林明感悟藏佛塔的时候 在灰光界却依旧是血于腥风 厮杀无数 诸多的年轻俊杰 蜂拥而至前往灰光界 在生与死的战场历练 他们有些人在生死边缘突破 修为大掌 甚至还得到了诸多死者的宝物 获悉对方的秘密 飞荒腾荡 可更多的人却在此地生死灰飞烟灭 尸骨无存 这其中有一个名字 大放异彩 那就是弟子纳奇 神变后期修为 可占圣主 最弱的圣主 他甚至可以击杀 遇到较强的圣主 他也有办法保命 如此天赋 实在害人听闻 要知道灰光界出手的人族和圣族 最高也就是圣主修为 也就是说弟子纳奇 在灰光界战场中 很难遇到威胁他生命的对手了 许多次针对他的围剿 都宣布失败 甚至有一次 十多个人族强者咽不下这口气 想要联合杀死纳奇 撞人族声势 同时为自己扬名 可后来 他们那围剿不但没成功 反而被纳奇反杀五人 惨败而归 此战 纳奇声名大振 在纳奇身边 还有一个羽衣女子 一个轻兽 他们实力虽然不如纳奇 可也绝非等闲之辈 一般神军镜顶峰的 武者遇到他们根本就不敌 听说弟子纳奇 是圣族第一会武第一名 不错 纳奇跟林明小魔仙兵梦他们几乎是同一批 也算巧合了 传闻因为大劫的原因 圣族那一届的第一会武也是百花齐放 高手众多 而这个纳奇更是圣族真神造花圣皇的亲传弟子 这弟子的封号也是造花圣皇亲自封的 那那可是真神呢 在辉光界战场 几个人类舞者在讨论纳奇 真神弟子的名头 确实让人望尘莫及 毕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只是普通圣帝天才 跟真神弟子差了四五个级别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这几个月 造花圣子销声秘迹了 因为人族和圣族的契约 人族根本不允许造花圣子出手 否则就破坏了辉光界战场的平衡 而圣族也答应这个条件 于是比造花圣子年轻一些 但是天赋不逊色多少的纳奇横空出世 在辉光界战场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这让很多人族天才战战兢兢 就怕遇到纳奇 以他们的实力碰到纳奇就是个死 而且死得毫无悬念 毫无价值 不光纳奇啊 纳奇身边那个羽衣女子 和那个长得像竹竿一样的家伙 也是圣族第一会晤前十 同样出身真神圣地 咱们遇着他们呢 有多远跑多远吧 哎 为什么圣族第一会晤前几名都到辉光战场了 我们人族会晤的第一 我们人族第一会晤天才 到现在影子都没看到啊 是啊 他们都干什么呢 闭关吗 闭关怎么比得过战场上生死厮杀成长得快啊 难道因为害怕 不敢来啊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很多人顿时对说话的武者怒目而视 哎 你呀 胡说什么呢 有人立刻反驳 人族和圣族是死敌 这种时候哪能长他人志气 灭自家威风啊 可是虽然话不让说 可是有人心中隐隐觉得 人族第一会晤天才 是不是怕了纳奇那几个人了 不敢在辉光界出现呢 毕竟一方是天尊传人 一方是真神传人 差了个级别啊 哎 别乱说话 听说龙牙行翅等人已经进入辉光界了 兵梦似乎是与神梦天尊进入某种秘境中 短时间不能出来 林明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好像还在葡萄山闭关呢 园基大使 大节历二十六亿一千万年出生 二十七亿年园祭 天尊修为 葡萄山住持 林明默默读完眼前的石碑 参悟石碑上传课的佛教经典 直到一天之后 他从这座葬佛塔中出来 却发现 这已经是最后一座葬佛塔了 林明不知道在这塔林中待了多久 走出塔林后 林明感觉神识前所未有的清明 仿佛醍醐灌顶 在塔林中的日日夜夜 他好像经历了诸多人生轮回 对生命已经别有一方感悟 嗯 这里是 走出塔林 林明发现周围的场景 似乎发生了莫名的变化 在七十二座葬佛塔中 有一方极乐净土 这是一方美丽无比的土地 涓涓凌全花枣成簇 走在其中 仿佛来到世外桃源 天空中漫天花瓣飞舞 五彩缤纷 祥瑞震震 而在净土中央 有一株独一无二的灵树 这极乐净土中的灵树并不少见 可这一株树非常特别 一下子就吸引了林明的目光 它不粗 也不高只有四五丈的样子 可它那树身却苍尽如同神龙 深深抓入土地中 树身极为古老 树皮已经开裂 树干中空 仿佛经历了无穷的岁月 才长到如今这个样子 树冠上大多数的叶子已经凋零 只有几百片叶子依旧挂在树梢 显得稀稀拉拉的 可是就这几百片叶子 一枚枚都是苍翠雨滴 绿光盈盈 仿佛美玉雕桌而成 站在这株古老神树的面前 林明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宁静和仓骨之气 林明心有所感 走到这株古树下精心盘坐下来 这一刻他感到了莫名的佛运气息 仰头望去 绿叶如同一个个精灵一般舞动 那树干上的纹路又无尽的大道神韵在流转 林明毫不怀疑哪怕是一个悟性很差的凡人 坐在这古树之下都会莫名进入空灵忘我的状态 大彻大悟 菩提树 林明心中莫名赏过这个名字 他十五岁时踏上武道之路 进入七玄武府 从他第一任老师武府教官洪熙那得知了一个传说 传闻天眼大陆三千年前 曾有一个名为帝氏家的爵士天才 在菩提树下静坐七天七夜 七种武艺融合威衣 大彻大悟 连破数个武道桎梏 修成不灭金山 武破虚空 飞升神域 对那时的林明来说 这传说就是个传说 无论是飞升神域 还是七种武艺融合唯一 对林明而言 那都是渴望不可及的事 甚至他还曾怀疑过这个传说的真假 在传说里 帝氏家仅仅用了七天七夜的顿悟 就连破五道瓶颈 修为猛窜好几个大境界 这让人没法接受啊 要知道当初在天眼大陆 玄丹到命远 命远到神海这样的大瓶颈 都可以困住一个人千百年时间 甚至一辈子都没法突破 帝氏家修为连跳好几个大境界 这有点太夸张 直到今天 林明才知道 当年留下传说 来历归宿都是一个谜 生平低调的佛门弟子 帝氏家 其实就是普陀山天尊 而且他是人族最年轻的一个天尊 修成天尊只用了一两万年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对这等人物来说 在较低境界的时候 一次性跨越好几集 七种武艺融合 这都不算什么了 而且据传帝氏家化身十亿 前往三千大世界 经历十亿人生 直到现在 还有好多分身没回来呢 如果帝氏家把所有分身都收回来 他的实力恐怕又会提高一大步 到时候他比神梦 谁强谁弱 那都不好说 菩提树 七种武艺 融合为一 林明心中默念 自己现在的武艺有 轮回武艺 空灵武艺 混元武艺 其中混元武艺包括天魔 天人 天神 三种武艺 而事实上 林明哪怕在混元天宫闭关数年 也始终未能将天魔 天人 天神 三大武艺融合 除此之外 神梦天尊的神梦空间 风神天尊的混动结界 也都可以算是武艺 武艺说白了 就是一种武道意境 来源于武者本身 与他相对应的呢 便是法则 法则来自于宇宙 是武者对宇宙规则的理解 满打满算 林明拥有的武艺 巧了 也是七种 可想要把这七种武艺彻底融合 对林明来说难如登天 因为他的武艺啊 有其中五种都是顶尖的无上神武 其中风神天尊遗留的混动结界 更是可能超出无上神武的范畴了 想要全部融合 千难万难 林明就这样 在菩提树下静坐下来 他很快进入了完全空灵的状态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林明一动不动 如同一尊雕塑 每一天都有一枚晶莹的叶子 从菩提树上飘落下来 落在林明身上 苍翠欲滴 偶尔还有菩提子落下来 只有手指顶大小的菩提子 上面布满古老的纹路 这些纹路仿佛交织成一个个佛陀图像 栩栩如生 这些菩提叶 菩提子 最终都化成晶莹的流光 融入到林明身体中 林明所经研的佛法 领悟的佛运 全都在体内缓缓流转 慢慢融入到林明的精神之海中 原本在林明精神之海中的轮回武艺 已经慢慢消失了 它化成一道精纯的能量流 汇入到了混元武艺中 空灵武艺也是如此 这一切的变化都基于林明灵魂的升华 变得顺利成长 就这样林明在菩提树下坐了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后 林明猛的睁开双眼 就听一声刺耳无比的呼啸之声 一枚通体苍翠如同翡翠的枪行占领呼啸而出 在空中飞旋一周 又没入林明的尸海 而林明的气势也在这一刻 如同万马奔腾一般爆发出来 他的实力已经大幅度提升 神变初期的瓶颈 也早在过去的三十三天中被林明冲破 神变中期闭魂占领 林明从菩提树下站起来的时候 他感觉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他的灵魂经历了一次涅槃 他的武艺也经过了一次彻底的树立 天魔天人天神三大武艺 已经融合为完整的混元武艺 而轮回武艺空灵武艺也融入其中 只是混动结界神梦空间 林明并不能把它们完全融合 然而是如此 这两种武艺也更清晰了 恭喜林施主了 就在这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林明耳边响起 林明心中一动 恭敬行了一礼 晚辈见过大自在佛前辈 在里一刹那 极乐净土模糊起来 一个模糊的身影 从净土边缘缓缓走出 逐渐清晰起来 正是白眉齿长大耳垂伦的大自在佛 林施主 原本老那许诺你在藏佛塔中滞留的时间 只有七七四十九天 可是林施主光是在菩提树下悟到 就已经是三十三天了 啊 林明微微一争 他在藏佛塔中悟到完全进入空灵忘我状态 早就忘了大自在佛提过七七四十九天的期限 哦 抱歉 晚辈因为阅读跪教经典 一时疏忽 忘记了时间 哎 无妨 林施主 能在里面待这么久 甚至看到极乐净土 在菩提树下悟到 这都是你的佛缘 这是好事啊 神蒙天尊 诸托老那 历练你 尽量提高你的实力 老那也算勉强做到了 当然 这主要还是靠林施主自己呀 谢谢前辈 林明心中由衷的感谢 他算是连狱贵人 虽然他没什么背景 可他却学习到了混元天尊 风神天尊 神梦天尊 两大顶尖天尊 一个真神强者的传承精华 现在又在底蕴长达三十六亿年的普陀山中悟到 神域那些天尊弟子都没有自己这番经历和机缘 再加上神梦天尊各种不遗余力的资源支持 现在林明在资源上也不比任何一个天尊弟子差 林明心中对这些帮助过他的大能 由衷的感谢 好了 林施主 灰光界 即战正汗 天才的成长 不可能靠仪美的闭关 就能修成天尊 你去灰光界 寻找自己的武道之路吧 大自在佛这样说着 刨袖一卷 林明就感觉空间一阵模糊 下一刻 他已经出现在了普陀山的山门 回想第一会晤结束 转眼间已经过去八九年 这么长的时间 林明只经历了寥寥几场战斗 魔使界战斗数次 以及在天眼大陆遭受天明子追杀 其余时间 林明都在闭关 神梦天宫一年 混元天宫四年 回神域后又是三年多 这么长时间 林明从神海中期顶峰 一直修炼到初入神变中期 跨越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之前的积累都爆发了 林明脚步一动 转眼间已经出现在数百里之外 他大步打空飞盾而去 在空中 林明取出缩小百倍的混元天宫 本体顿入其中 混元天宫化成一颗流星 急速向灰光界飞去 大劫时期虽然有条约规定 在神域三千界除了灰光界以外的地方 人族和圣族不可争斗 可林明还是打算小心一些 混元天宫的防御比灵剑强得多 至于混元天宫高不高调 林明完全不必理会 现在的他超越一个半大境界 和造化圣子定下百年之约 已经不能更高调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